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拥有一个无声的动力工厂线粒体 在台湾人们叫它粒线体 它不仅为我们提供能量 还决定了我们健康、寿命、甚至衰老的速度 科学家们发现线粒体功能下降是衰老和多种慢性疾病的关键原因 更重要的是,通过饮食、外密体疗法和氢分子疗法 我们可以重启线粒体的活力,延缓衰老,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今天我将结合科学研究、实际案例 告诉您如何从饮食和现代疗法入手 优化粒线体的功能、延长寿命 而且提高生活的质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粒体它的功能是什么 第一,它就是提供能量 我们人活了就活了一口气 那么这颗气从现代医学来讲 就是通过氧化、磷酸化生成的ATP 为细胞提供能量 这个氧化就是需要氧气了 所以我们呼吸道的氧气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 这个氧气是在哪里被利用呢 就是在粒线体产生能量 第二个就是综合自由基 粒线体它有一套机制能够帮助我们细胞 对抗氧化应急 但是过多的自由基它会损害这个粒线体本身 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调节细胞的死亡 线粒体失调的细胞很快就凋亡了 诱发慢性的疾病和早衰 201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发现了 通过激活立腺体的自视功能 试验的小鼠的寿命延长了30% 在巴金森综合症的病人当中 线粒体功能的障碍是多巴胺神经元退化的主要原因 有一名65岁的男性因为长期疲劳和糖尿病 接受了线粒体功能的检测 发现它的氧化应急水平偏高 经过三个月的饮食条理和清分子疗法 它的能量水平提升了40% 糖也更加稳定 所以保护线粒体是保持我们健康与延长寿命的关键 我们以前讲过的外密体 它是细胞分泌的纳米级的挡泡 它就像一个快递员传递活性分子来修复线粒体 那么外密体它能干什么呢 它首先就是修复受损的线粒体 外密体它携带一些MIRNA和蛋白质 可以修复线粒体DNA和它的膜结构 同时它还可以促进新的线粒体的生成 这个外密体它能激活PGCEα的信号通路 帮助生成更多的健康的线粒体 第三,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 它是通过调节炎症因子降低炎性反应 外密体它为这个线粒体提供一个更加健康理想的工作环境 由于一项动物实验显示注射外密体以后 小鼠的心肌损伤减少40% 把线粒体功能显著改善 那么临床的研究发现 外密体疗法还可以改善慢性疲劳综合症 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症状 有一个45岁的女性 她因为慢性疲劳综合症 就接受了外密体的注射疗法 仅仅两个月以后 她的日常活力就提升了50% 睡眠质量明显改善 检测显示 线粒体的能量产生能力增加了20% 大家看到的是氢分子疗法 它是一种非氢入性的方法 通过吸入氢气 饮用富含氢的水 直接保护线粒体 这个氢分子作用机制也很特别 首先它是选择性的清除枪自由剂 这种自由剂是线粒体受害的主要原因 另外它可以激活线粒体的自视功能 氢分子促进清除已经受损害的线粒体 提高细胞的活力 第三它就是改善能量代谢 氢分子它能优化线粒体电子传递链的效率 提高ITP的生成量 2007年日本学者Osawa 本发现氢气对立腺体的保护作用 主要是在减少自由剂方面的效果 特别显著 另外一项针对中风患者的临床实验表明 吸入氢气可以明显改善神经功能 并恢复线粒体的活力 有一个55岁的中风病人 每天吸入氢气30分钟 坚持3个月 不仅恢复了部分的运动功能 还感到精力充沛 线粒体的健康指数检测也显示 自由剂的水平下降了30% 保护线粒体 饮食其实是最基础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给大家一些非常关键的饮食方面的建议 首先要吃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它可以综合自由剂保护线粒体 比如说蓝莓黑莓 它富含花青素 绿茶含R茶素 减少氧化压力 包菜与肝蓝 它富含维生素碎和约绿素 第二个就是健康脂肪的来源 因为它为线粒体提供了优质的燃料 牛油果 橄榄油 都是单件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促进代谢 另外就是三温鱼 Omega-3的脂肪酸 也能支持线粒体的膜健康 第三就是提供线粒体的营养素 Fumil-Q10 它来帮助生成ATP 在瘦肉坚固里面就有 还有就是NAD Plus的前提 NMA和N2 这些都可以延缓线粒体的衰老 在食物当中 牛奶、鸡蛋、黄豆 都是很好的选择 第四就是铜饮食 它是能够优化燃料代谢 减少碳水增加脂肪失入 让身体利用铜体来作为主要的燃料 那我们喜欢中医的朋友就会问 我们中医怎么样能够帮助增加内线体 其实我们中医理论中的肾煮精气 就跟线粒体的功能高度相关 比如说常用的补肾的中药黄金 它就能够促进线粒体生成 钩基就有抗氧化 保护线粒体膜的作用 磷脂就有抗炎 延缓线粒体衰老的作用 在我们用的针灸的穴位当中 肾疏穴 也是膀胱镜上的第23个穴位 那么它能够增强肾经优化代谢 它也就是关元穴 就是我们润脉上的第4个穴位 它能够补益元气 提升整体的活力 那么从外密体到清分子疗法 再到饮食和中医的结合 我们的确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保护和优化我们的线粒体 所以健康是从细胞开始的 受病是从线粒体出发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 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繁尼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